而在6号的下午 现议员李正文 特别进行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多位民意代表都到场表达了支持之意 另外也有20多位的部落头目 也以行动表达了支持 展现出了原力觉醒的气势 李正文也恳请乡亲 在11月26号 持续地为他加油打气 让他可以在现议会为族人来发声 争取族人更多的权益 第五选区现议员候选人李正文 6号下午成立竞选总部 多位民意代表也都到场支持之意 更有新城花莲市吉安乡 20多位部落头目也以行动支持 展现出原力觉醒的新气势 提起你的左手 站稳 站稳 提起你的双手 当选 当选 而立委傅昆奇服务处主任陈文清 市长魏家贤 吉安乡长游淑珍 市长参选人魏家燕等民意代表 也都上台为李正文助讲加油 我常常有一些工程 有原住民相关的事物 跟正文请托 正文二话不说 只要把事情做好 让原住民的生活更好 他都愿意来支持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我今天看到的场面 真的非常非常盛大 我也看到大家都喜欢正文 也支持正文 但是11月26号 绝对是关键性的一天 也要拜托大家都要出来投票 好不好 今天我以市长的身份 也以他弟弟的身份来推荐他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朋友们 持续帮正文推荐 让他能够挤进安全名单之外 也能够顺利当选 继续为我们所有的主人打拼 好不好 李正文 李正文 当选 李正文 当选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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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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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很正确 很有智慧 而且能力非常的好 之前也曾经在工部门来服务 所以说他绝对有能力 把现议员的工作来做好 甚至呢 还有更上层的表现 在这里预祝我们的正文 能够高票当选 其实正文 他有跟我要过经费 去做原住民部落的事情 好几次 那只是我都还没讨回来 不过没有关系 我相信为了部落好 就是为了花莲县好 为了花莲县好 就是为了部落好 尤其是我们李正文议员 我们一起再继续 我当选 他连任 好不好 加油 提起你的左手 正文 正文 提起你的双手 当选 当选 李正文议很棒啊 这四年 跟中央县政府议员 要了13亿8千万在里面 可是 如果没有李正文的 619万8千 723块 我会不会有13亿 我会不会有13亿 我会有13亿 赞文 给了我们希望广场 给了我们文化7阶12阶 给我们活动中心的设备 给我们部落里面的一些照明 还有路口333 还有路口333 我们一起 新手建设 吉安的所有的繁荣 好不 好 李正文 李正文 张宣 李正文 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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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文 查了查了查了 李正文更提出12项的政见 社会福利政策的争取 在地产业发展平台的建构 只有部落给他强而有力的支持 成为他的后盾 让他再次进入花莲县议会 争取部落的新局势 包括了社会福利 经济产业发展平台 属于的扎根 部落文化健康站的争取 我想这个都是我刚刚前面所说的 也是未来我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肯托 拜托 只有部落给我强而有力的支持 跟给我强而有力的后盾 我才能够再进到议会去 用我35年的专业服务及问证 创造部落新局 与文化的新动力 但是四年的时间 真的非常的短促 我希望大家给我支持 大家给我力量 四年后的今天 我又在这里肯托大家 肯请大家 用你们手中的选票 继续让我进到县议会好不好 他更是提到 四年前初次进入花莲县议会 议事殿堂如礼 博冰战战兢兢 时间永远不够 而对于许多族人的权益 而恳请族人再次的用选票支持他 让他能够进入议会 为族人发声 争取更多的福利政策 记者林杰 锦安翔采访报导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